来,往这儿看 根据分数的基本性质前空 第一个,五分之一等于什么什么什么 你发现它上面的分子乘了二 所以下面的分母 为了保证不变 是不是分母也得乘一二 那也就说它等于十分之二 看这个 十六分之八 中间过程 最终结果 最终结果是二 说明你这地方除的是几啊 除的是四 所以呢 下面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得除一四啊 那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四啊 其实同学们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这个四分之二能不能继续除下去啊 哎,继续除下去啊 继续除去二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它最终可以转变成二分之一 好,看这个 来,同学们你告诉我吧 这个四十二分之二十八 最终答案这个地方应该是几分之二 到这就真的是能够看出来你学没学会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一个个看吧 从这到这 四十二到六 实际上是除以七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也除以七啊 哎,上面就是四 对吧 继续往后走 继续往后走 从四到二 那你发现它是除以二之后 是不是等于二 所以你从这到这 是不是得继续除以二 那就是三分之二 知道了吧 好,这是这个啊 算往这看 四分之一等于十二分之几 哎,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口算就行了吧 乘三 哎,这地方也得乘以三 对吧 等于三十六分之几 从这到这 乘 四九三十六 所以这地方是九啊 等于多少分之七 哎,这时候只有分子了 分子是过七倍 这不就二十八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自由发挥了啊 呃,这是乘三 乘六 而不是,乘三 乘九 乘七 呃,这个你乘几呢 乘五吧 这不应该等于啊 二十分之五啊 对了吧 好了,同学们 分数的基本性质 学会了吗 其实就是相不变的一个变形 呃,不说这个了啊 再说下去 大家都会觉得我啰嗦了 是吧 赶紧的去预讯预讯下面的题目 好了,讲中学们 那么又到了立题的时间了啊 呃,接下来到了立题第五题了 那么立题第五题这两道小题呢 呃,我们先读题 然后请同学们自己做一做 一个分数的分母 缩小两倍 分子扩大四倍 那么现在的分数值是原来的多少倍 那是扩大了 还是缩小了 怎么样 那时候不会做啊 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们举一个分数 比如说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叫B分之A啊 不要说错了啊 B分之A 但是如果写上除法的话 应该叫做A除以B 对吧 除法是我 从上我下的 你要想看分数值是原来的多少倍 事实上就是相当于看这个除法的商 对吧 分母缩小两倍 分母缩小就是他的 他变小二倍 那说明他的商就要 扩大二倍 分子扩大四倍 倍除数变大四倍 那他的商 商也要变大四倍 是这样了吧 所以他最终结果应该是 是不是应该是 变大八倍啊 对吧 我这是利用除法的 跟分数的含义 就是转变成除法来理解 你要是不好理解的话 你可以举一个句解的数 来算一算 可惜没学过分数的除法 分数的四则 可能有同学算不出来 没关系 你只要能理解这个 也还可以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号 看第二个问号 第二个问号 就看起来更难一些了 一个与七分之三相等的分数 那么他的分母呢 比分子大十六 问你这个分数是多少 最精简的做法 蒙猜错 也不用蒙猜错啊 我们来想啊 跟七分之三相等的分数 一定是怎么得到的 是一定利用那个 商不变得到的 是不是就是那个 分子分母同时扩大或缩小 相同的倍数啊 分数值不变 那多少倍呢 或者缩小到多少倍呢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的结果就是分母比分子大十六 所以呢 所以咱们可以这样设 你都假设它扩大A倍 那是不是就变成了3A和7A的关系 3A和7A那分子分母有了 分子分母有了 分母比分子大十六 那就是7A减3A 是不是应该等于十六啊 那说明4A就等于十六 那A出来了吗 4次16 对吧 A一旦出来了 那说明这个分数是不是该出来了 所以我们想要的这个分数 就变成了A14 7乘4和3乘4 那就是4C28分之3C12 是不是这个 好 第五题算是结束了吧 如果第五题没问题 咱们继续往后走啊 那么到了今天的下一个篇章了 就是说一说这个分数小数 它们的互换 对于分数小数的互换 咱们常见的几个你得知道 比如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 二分之一 它代表哪个小数 一除以二 零点五 你要是不会算的话 我觉得背过就可以了 不需要会算不会算 是吧 你要是不会算的话 是不是可以用一除以二算一算 对吧 咱们小数的除法已经学过了啊 一除以二 你看那是零点五 二分之一得会啊 四分之一 零点二五 八分之一 零点一二五 这三个一定要会啊 事实上呢 你可以这么想 你看 二五是不是一十啊 四乘二十五 四乘二十五 是不是一百啊 八乘一八十五 是不是一千啊 所以就是零点五 零点二五 零点一二五 除了这三个之外呢 这三个的兄弟姐妹 你也得会 四分之一是零点二五 那我问大家 如果我考你四分之三呢 四分之三 是不是应该是三个四分之一啊 哎 是四分之一的三倍吧 那是不是应该就是零点二五的三倍 零点七五 对吧 那同样道理 如果我考你八分之三呢 八分之二 八分之三是不是应该八分之一的三倍啊 那是不是就他的三倍啊 零点三七五 对吧 这是第一波你需要掌握的常见分数 那么第二波常见分数呢 就这么几个 像五分之一 零点二 十分之一 零点一 对吧 再然后 二十分之一 这个等于多少 告诉老师这个等于多少 这个叫做零点零五 然后百分之一 零点零一 他们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 你知道什么叫兄弟姐妹吗 比如五分之二是等于多少 是不是就五分之一的二倍啊 零点四 五分之三呢 零点六 零点八 十分之一 十分之二 十分之三 十分之几的是不是特别好 十分之三 零点三 十分之七 零点七 二十分之几的 二十分之 十三 他的十三倍 应该等于零点六五 对吧 嗯 这个百分之一 百分之十三 我觉得这种是最好理解的 分数是一百是一千的 是最好理解的 因为他那个你可以是不是实时的转化成除法 春一百 两位小数 两位小数是不是就零点一三 是这样的吧 哎 这是分数转小数 反过来 同学们 如果我让你小数转分数呢 你要想学会小数转分数 最起码的就是常见的这几个 你就会用 对吧 常见的这几个会用之后呢 你直接背 就直接背就行了 你比如说你要问我 零点七五等于多少 零点七五呢 就是四分之三 对吧 那说我背不过怎么办 背不过就打屁股呀 哈哈哈哈 脑子不好使 那屁股里好使啊 你就跟我说 扛揍不扛揍吧 哈哈哈哈 开玩笑的啊 事实上呢 你背不过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来啊 因为零点七五啊 是不是我可以直接看作是 七十五除以一百得到的 七十五除以一百得到的 是不是就是 七十五除一百 是不是就百分之七十五啊 哎 然后你再去不停的划减 不停的同时除以多少 从同时除以多少 除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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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四分之三为止 对吧 只不过这个过程也可以啊 但是那个过程稍微杀一点啊 好了 哎对了 那说到这个过程 是不是所有的小数 你都可以转了 你认可一个啊 你比如说零点一三一 零点一三一 它其实就直接转成 一百三十一 是不是除一千 并且这个还不能约 那是不是就 最终答案了 对吧 好了 那这样的话 关于分数小数的护化 你记一记啊 我是常用的这几个 你得记一记啊 分数小数的护化 是不是应该没问题了 哎 假分数跟代分数的护化呢 刚才咱们提到过一些了 对吧 那么之后呢 咱们拿题目来给大家讲一讲 做题去吧 哦